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外圍的黎明新村 有一所生態豐富的黎明幼兒園 40年來這一所幼兒園 傳承祖輩教育精神 提供優質環境 讓無數的小朋友度過快樂的童年 但後來政府放任財團 以置辦蟲化之名 進行大規模大面積的圈地操作 養出了一頭頭的蟲化怪獸 這些怪獸不斷的圈地強拆 在台中市吃下了一千多公頃的土地 一步步地向黎明幼兒園逼近 一步步地向黎明幼兒園逼近 儘管幼兒園大聲地呐喊抗議求救 但是我們的政府 仍然視而不見 放任蟲化怪獸 繼續恨行無足 吞食土地 終於 終於 人民看不下去了 政府施財團恨行 呼喊正義 捍衛黎明 面對失控的重化怪獸 不只需要人民站出來 更需要政府負起責任 積極面對 來讓我們一起來喊個口號 來 終結重化怪獸 終結重化怪獸 捍衛居住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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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終結重化怪獸 終結重化怪獸 反破錢 保黎明 反破錢 保黎明 保黎明 我們在此還是要呼籲我們的政府 不能再放任這樣的 自辦重化的怪獸 然後讓他恨行無足 我們一定要要求我們的政府 積極的負起責任 積極的來面對這樣的事情 不只針對制度面 來做全面性的檢討 更要針對個案 有這種急迫性的個案 一定要積極的介入